大家好,又来到我的数码小贴士了 iOS 14 已经正式推出了一段时间 相信不少朋友都已经更新了 苹果在当中加入了不少新功能 今次这条影片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几个iOS 14 的实用小贴士了 开始之前介绍一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提供数码产品新手教学 开箱影片和旅行生活影片 喜欢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CLS, Comment, Like, Share 这样才可以推动Youtube的演算法 令我的影片得到更多观众欣赏 当然还要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下旁边的钟仔接收通知 下次一有新片你就会立即收到通知 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拍片的动力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机背点按 只要是iPhone 8 或以上的机种就可以用得到 设定后就等于为iPhone增加了两个快捷键 相当方便 虽然这是iOS 14 的新功能 但是预设是关闭的 大家要进入设定 选择辅助使用 再选择触控 拉到最底就可以找到机背点按了 按进去可以设定点两下和点三下的功能 例如回到主画面 Capscreen 静音模式 锁定画面等等 个人就觉得cap图和静音是最实用 可以减少用实体键的次数 延长手机的键的寿命 今次就设定点两下是截图 点三下是静音模式 设定了之后只要点机背两下 就会像这样直接cap到图了 点三下就会切换成静音模式 如果静音键坏了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代替 不过如果用的机套比较厚 就要用力点才行 接着是画中画播放YouTube 以及在背景或者色屏幕播放YouTube 画中画播放影片 虽然在Android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这个都是iOS14的新功能 不过由于YouTube要付钱升级去Premium 才可以解锁画中画播放 正常的情况之下就不可以用了 但是其实只要透过一个小技巧 就可以实现画中画播放YouTube 方法就是要用Chrome浏览器 没错一定要用Chrome 因为Safari似乎已经被苹果封锁了这个功能 如果未下载Chrome的话 就可以去App Store下载 之后就在Chrome里输入YouTube的网址 进去之后按右下角的三点icon打开Menu 拉到下面就会看到切换为电脑版网站 接着就可以如常地搜寻影片和播放了 在播放界面有个画中画的icon 按一下就会变成画中画模式了 只有电脑版网站才可以成功切换到 这个时候影片就会缩小 并且在顶部播放 大家可以随便把它放在画面任何一个地方 再打开其他程式做其他东西都可以 如果把画面推到最侧边 影片就会在背景播放 有需要的话可以再拉出来 另外关掉螢幕再打开的话 就会出现播放控制键 这个时候就可以按个Play键 继续播放而且关注螢幕听了 用来听网台节目就最方便了 之后就要介绍如何隐藏桌面和程式了 iOS14最明显的改变 就是容许用家在主界面当中 加入Widgets小工具 加入Widgets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在主画面空白的地方按实 之后就可以移动程式的icon 这个时候按左上角的加的icon 就可以加入Widgets了 iOS的Widgets只有三个尺寸选的 只要选择好想要的Widgets 就可以放进去主画面 当然如果页数太多的话 就会有点集乱 其实大家可以将一些 比较不常用的程式放在同一页 然后在主画面空白的地方按实 再按下面点点点的icon 就可以进行页面选择 只要剔走不常用的页面 就可以一个按键隐藏整个页面 想找回隐藏的页面的话 用回相同的方法再重新选择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改用Chrome作为预设浏览器 以往在苹果的封闭政策之下 iPhone是一定要用Safari作为预设浏览器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什么机用家都用Chrome 可能令到苹果放弃了这方面的坚持 设定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更新到最新版本的Chrome 进去设定 再找Chrome 里面有一页预设浏览器APP 按进去再选择Chrome就可以了 之后如果在其他APP打开连结 就会自动用Chrome打开 当然如果你有安装其他浏览器的话 亦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将它设定成预设浏览器的 好今次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有问题或者意见欢迎在下面留言 当然记住要按like和share 还有订阅频道和按下钟仔接收通知 有时间的话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广告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